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不凡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行运一条龙》 由李力驰指导于1998年上映 讲述了阿水不但是茶餐厅专家 也是众所周知的情场胜手 他的好朋友阿福和德南都不时请教他追求异性之道 其后阿水因为打架受伤入院 竟然与做女护士的初恋情人Candy重遇 经常老手阿水居然变得仿如情窦初开 为了接近Candy不断地到医院打针来与Candy见命 经过多次打针酷弦后终于约会到了Candy 另一方面外卖在阿福是个超龄处男 一直都无胆入行关 直到五款经纪人FAMI的出现 阿福在阿水的教导之下 经过多次碰壁之后终于约会到了FAMI 二人在经历多番坡折之后终于有了好结果 德南出入社会做事巧遇芳芳 无疑在杂志社发现了芳芳 是大地产商家李嘉宁李家初走的独女 德南新生遗迹利用芳芳做独家报道 希望可以扬名立万 芳芳悲愤莫名绝对被德南欺骗 一怒之下离开 贱人 你想害死我 不是啊 真没有良心 我有我的口中 你这个人免兽心一冠情寿 我就想看看你的心什么颜色 不要啊 最后二人自知双方都有错 不约而同的找对方重修就好 与此同时堪迪假扮与阿水和好如初 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中学舞会被整骨之仇 并设下陷阱令阿水当众出仇 阿水在没有防备之下被恶狠狠地整了一顿 正当茶餐厅个人在感情路上分别遇上波折的同时 茶餐厅也面对更加疯狂的家族 原来是大地产商暗中阴谋想要收铺 要重进旧区 茶餐厅面临倒闭命运 不知个人命运如何发展 故事框架和人物设置基本和以前加油喜事差不多 周葛成搭档仍然是三兄弟泡妞的老套路 只不过新歌在片中倒成了可怜虫 看着有点不太习惯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敬不散